好了嗎?好了嗎? 還沒?快了 我要起來了,快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崇敏醫師 這裡呢,就是殷氏部落的四季國小 那我們剛才開了離世起義 開了一個半小時的車 從台北就直奔宜蘭 那等一下呢,據說只要再走二十分鐘的平路呢 就可以到達溫泉區了 號稱是全台灣最親民的野溪溫泉了 那來的人非常多 剛才我們在路上就看到有些阿伯阿阿姨阿 穿著拖鞋 耗完湯要混下去了 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等一下呢,我們就來看到底是有多好走囉 走! 這也是往哪裡走的?應該是往這裡走的 這路...真的超好走的 剛才大概走了五分鐘就已經到了 然後這裡呢已經有人架好了那個便套 對,非常的方便 一路上當然很大 你可以看那邊呢 已經有人 不是在錄影了喔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裡 據說呢,再往上去的那個池子比較大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往上走一點 喔,真是很easy耶 好愉快喔 可是呢,其實你看這個地方都是有那個四輪傳動車 行進的痕跡 其實這個我是覺得四輪傳動車 過這個河闖其實對這邊的生物都還實施一個傷害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呢 盡量還是用比較天然出速的方式 過來這個地方 這裡呢叫做澎澎溫泉 但很多人都會把它發音發作叫做弄 那其實呢 它的名字來源是因為那那個溫泉路頭呀 那個泉水冒出來都會過過過過過過的 所以 就是有那個叫做 晃晃的聲音 所以它不是叫弄晃的叫弄晃 喔,你看前面有一個 nast 最好人時間很多了有沒有 三 balanced 很多嗎 可以好煩喔 它很累喔 喔 我覺得隔壁這一次就已經是熱的 因為已經可以感受到那個熱氣了 然後所以已經看到有人在泡腳了 這樣怎麼會這樣 然後你怎麼住第一個 你住在這裡 他媽媽要開車 那個黃眼神 欸 已經是溫泉水了耶 水是已經濕濕濕濕了 好多池喔 這裡也有送Uber Eats 還不錯了吧 那我想要吃 三星蔥的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蔥 屁股給大家看應該沒關係吧 喂 放我圍 沒有 我圍前面就好了 公屁股公屁股 很遠 還要露出來 露出來了 什麼東西露出來了 好 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耶 你不曉得多一間 舒服 不准很大 剛好呢 我上次去爬山受傷 剛好這樣膝蓋也 也站不動 喔 身材最好的來了 我跟你講 舒好 還好 這樣很舒服耶 剛剛好 你看深度剛剛好 溫度剛剛好 天氣剛剛好 心情也剛剛好 很不錯 很值得帶來一次 我覺得這裡應該蠻適合溫 只是要搶營地 可能蠻累的 這裡應該 加熱的時候 冷才能好 剛才呢 我們一來到這個地方 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 可以看到呢 之前的人呢 就已經把這個池子 都已經挖好了 一池一池 那我想呢 今年夏天如果有颱風的話呢 應該很可能 這些池子又要再重新整理了 不過呢 真的是 每個池子的溫度都不太一樣 從上面是最熱的 一直一路向下呢 那溫度就會變得比較 就是比較 不會那麼燙 然後如果說你在泡熱了 然後想要泡冷水呢 到對面去的溪流呢 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選擇 你是泡冷水了嗎 你是泡冷水了嗎 對 超冷的 那我要先泡熱再吃 超冷的喔 倒不下去 來了啦 超冷的 只能坐到這裡而已 完全都醒了 回家裡 這次才快一樣 有個男朋友 非常不舒服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可以使用嗎 沒有嗎 我沒過 好嗎 然後總之呢就是 其實台灣的很多漂亮的餐廳 所以給你喜歡的話呢 就是要記得愛護它 或者可以好好親近它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台灣的話歡迎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